在2024年11月,有些生肖的运势虽然整体不差,但容易受到小人干扰,可能会遇到人际纠纷、财务损失或工作中的阻碍。 因此,这些生肖在11月需要格外注意,尽防小人作祟,尤其是在人际交往、投资理财等方面要保持警惕,避免因小人的挑拨而破财、破运。 特别是第二名的生肖,更需提高警觉,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在道教经典道德经中,老子言道,或惜福之所以,福惜或之所福。 这句话提醒我们,福与或常常相依相随,表面上的顺利或艰难都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转机或陷阱。 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也教导我们,博念过去,不贪未来,心存当下。 面对生活的变迁,我们应学会淡然处事,不为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不为过去的挫折所困扰。 特别是在人生的起伏当中,如何在好运和挑战并存时保持警觉,既能抓住机会,又能远离陷阱,正是智慧的体现。 十一月对于某些生肖而言,尽管财运和机遇降临,但需防范小人作祟,谨慎处事才能稳步向前。 以下是需要特别留意小人的几个生肖。 一、生肖猴。 属猴人在2024年11月的流年运势进入命宫,虽然整体运势不错,但人即公未受到冲击,容易因为言语或行为得罪小人,导致工作上的麻烦和误会。 尤其在合作和团队工作中,容易因小人的挑拨而陷入矛盾,导致事业发展受阻。 从八字来看,属猴人在11月的观星授课,容易在职场中遇到小人干扰,特别是在上级或领导面前,小人可能通过造谣、诽谤等手段影响他们的职场形象。 命中笔戒兴旺,表示在与同事或朋友的利益竞争中,容易有争斗和冲突。 属猴人的人际功与事业功在11月受到凶心冲击,意味着他们在职场和人际关系上,容易受到小人的挑拨和影响。 特别是在重要项目或决策上,容易因他人从中作梗而造成误解。 小运中的小耗星影响,属猴人容易在人际交往中吃亏,可能因为信任小人而导致破财或错失机会。 同时,劫财大运也提醒属猴人在投资理财时要特别谨慎,避免因轻信他人而遭受财务损失。 凶心无鬼和天狗在11月对属猴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在人际关系和职场表现上,容易因为小人的暗中捣乱而陷入不利的局面。 属猴人11月需要格外谨慎言行,尤其是在职场中,避免过度展现自己的观点,以免引来小人嫉妒。 在投资和理财方面,也要保持警惕,避免因轻信他人而导致破财。 多加小心人际关系,不要轻易信任他人,以免陷入不必要的麻烦。 二、生肖蛇特别严重,要多加小心。 属蛇人在11月的流年运势虽然偏财运较旺,但小人工特别活跃,容易因小人陷害而破财或受损。 尤其在人际关系上,属蛇人容易与他人发生误会或冲突,尤其是职场中的竞争对手或暗中不满的人,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影响他们的工作和财务状况。 在八字命理中,属蛇人在11月的笔节心非常强望,意味着在与朋友、同事或合作者的关系中,容易因为利益纠纷或竞争而引发冲突。 比竭心过强,容易引发他人歧度,导致陷害或诽谤,影响他们的财富积累和职场表现。 属蛇人的财博工与人际工在11月受到凶心无鬼的冲击,意味着他们容易因为信任他人而在财务上受到损失。 尤其是在投资或借贷方面,要特别小心小人的干扰,以免破财。 属蛇人正处于天才大运,虽然有机会通过投资或其他方式获得财富,但由于小运中的小耗心影响,可能因小人作祟而破财。 特别是一些看似可靠的投资建议,实际上隐藏着风险,属蛇人应谨慎对待。 凶心无鬼和天狗在11月对属蛇人的影响较大,尤其在人际交往和财务管理上,容易受到小人的影响而出现损失,甚至可能因小人的暗中挑锅而陷入财务危机。 属蛇人11月要特别警惕小人,尤其是在财务和投资方面,多加小心,避免因轻信他人而遭受损失。 建议减少与不熟悉的人合作或借态,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沉默,以免被小人所害。 与同事和朋友的相处中,也要谨言慎行,避免与人发生口角或冲突。 3. 生肖牛 属牛人在2024年11月的流年运势进入财博工,财运虽有增长机会,但容易遭遇小人的干扰,特别是在理财或合伙投资中,小人可能会借机重伤或从中获利,导致属牛人财务受损。 在八字中,属牛人的财心受克,特别是在涉及金钱和财务的事物中,容易因他人干预或恶意行为,导致财运受阻。 命中比结心过旺,表示与他人合作时,容易有利益冲突或受到小人的背后重伤。 属牛人的财博工与事业工在11月受到小耗星的影响,意味着他们容易在人际关系中因小人干扰而破财。 特别是在职场上,可能会因为小人从中作梗,而导致项目失败或失去机会。 小运中的劫财心,提醒属牛人在理财和投资方面要保持警惕,避免因为信任他人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同时,大运中的小耗星也预示着在财务管理中有破财的风险。 吉星月德虽然护佑属牛人整体运势,但凶星无鬼和小耗的影响让他们在人际关系和财务上容易遭遇小人作祟,特别是在涉及金钱和合作的事务上,风险加大。 属牛人在11月要特别注意财务管理,尤其是在投资、借贷和合伙方面,不要轻易相信他人或冒险,避免因小人的干扰而破财。 谨慎处理与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保持低调,防止因言语或行为得罪小人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4. 生肖马 属马人在11月的流年运势进入人际宫,事业和人际关系上会有较多挑战,容易因为竞争而遭遇小人的干扰。 尤其在职场上,小人可能会通过暗中挑拨或造谣,影响他们的生育和事业发展。 从拔字命理来看,属马人在11月的关心受制,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中容易遇到小人挑拨离间,导致误会加深或被上级误解。 命中劫彩心较强,预示着在金钱和合作事务中,可能会因为小人干预而破财。 属马人的人际功和事业功受凶星影响,意味着他们在职场中容易因人际问题遭遇小人干扰,特别是在与上级和同事的关系上,容易被小人利用,从而影响事业发展。 小运中的无鬼心乃是属马人容易在人际关系中遇到挑战,特别是在处理职场竞争和利益分配时,要注意防止小人的陷害。 大运中的劫财心也提醒他们在金钱往来中要多加谨慎,避免破财。 凶星无鬼和天狗入命,预示属马人在11月的人际关系和职场运势上会有些波动,容易因小人干扰而遭遇不顺。 属马人在11月需要多加小心人际关系,避免与同事或朋友发生利益纠纷。 特别是在职场中,不要过分展现自己的能力,避免引来小人嫉妒。 对于财务管理,也要保持谨慎,不要轻信他人的建议或投资机会。 5. 生肖羊 11月,属羊人的流年运势进入关禄宫,虽然在事业上有进展的机会,但也容易遭遇小人的阻碍。 特别是在工作中,属羊人容易因小人的暗中破坏而遇到瓶颈或错失重要机会。 8. 八字中,属羊人的硬心较弱,容易在工作中遭遇小人的背后重伤,影响他们的职场表现。 命中的笔节心,满视着在与同事或合作者的关系中,容易因为利益冲突而遭到排挤或打压。 8. 属羊人的关禄宫与人际宫受到凶星小浩的影响,意味着他们在事业和人际关系上容易遇到小人的干扰,特别是职场中的晋升机会可能被小人破坏。 8. 进入劫财大运的属羊人,小运中受小浩星影响,提醒他们在职场和财务上都要多加小心,避免因小人的干扰而遭受损失。 8. 凶星小浩和无鬼的影响,让属羊人在11月的人际关系和事业运势上受到挑战,特别是容易在晋升和合作中遭遇小人阻碍。 8. 属羊人在11月需要谨慎处理与上级和同事的关系,避免卷入职场纷争。 8. 在财务和合作方面,要防止小人挑拨或从中做梗,以免因此破财或失去机会。 6. 生肖机 属羊人在11月的流年运势进入迁移工,虽然有机会发展新事业或新的合作项目,但同时也容易遭遇小人的阻碍,特别是在跨领域的合作或投资中。 容易遇到不良合作伙伴或小人作祟。 8. 八字中,属羊人的财心受克,特别是在涉及跨领域或外部合作时,容易受到小人的干扰,导致财务损失。 命中劫财心旺盛,意味着属羊人在理财或投资中容易遇到小人的干预,导致投资失利。 属羊人的迁移工和财博工,受到小耗心的影响,意味着他们在跨领域合作和投资理财上,容易因小人作祟而出现财务损失。 属羊人进入迁移大运,小运中的劫财心,预示着他们在外部合作和投资上可能会遭遇小人干扰,导致破财。 凶心小耗和无鬼的影响,让属羊人在11月的跨领域发展和理财投资上容易遇到阻碍,特别是在合作中,要注意避免小人的干扰。 属羊人在11月需要多加小心合作伙伴的选择,避免因信任错误的人而导致财务损失。 在跨领域投资时,也要保持警惕,防止小人从中作梗,影响财务状况。 金刚经中云,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左如是观。 一切外境的得失荣辱,皆如梦幻泡影,转瞬即时。 道教也教导我们,清净为本,守中和之道,即在顺境或逆境中都应保持内心的宁静与中正,不应外在的风波动摇内心的平和。 在11月,面对可能出现的小人干扰和突如其来的考验,我们应牢记心境的重要性,防止因情绪失控而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只有稳住内心,谨慎行事,才能在未来获得真正长久的幸福与安定。 愿大家以清静心应对外境变化,保持智慧与善念,在顺境与逆境中都能平安顺遂。 在2024年11月,这些生肖要特别小心小人的干扰,尤其是在职场和财务上。 小心防范,谨慎行事,才能避免破财或陷入不必要的麻烦。 转发这份好运与警告,让家人一起保持警觉,平安度过11月。 今天的内容,如果让您觉得有点意思,欢迎给我们点赞和订阅。 而且呢,评论区欢迎您分享您的生肖,并写下防范小人这几个字,为自己和家人祈求个好兆头。 希望在10月里,大家都能顺风顺水,好运不断。